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 大家好 朴老师您好 来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万婷 今年33岁 来自深圳 我现在在深圳做珠宝行业 今天来在吗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向我的司机告白 因为他突然间辞职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也联系不到他 我今天来到现场 我真的很希望小晨谈了来到现场 我真的很喜欢他 他怎么突然不见了 前一段时间和我生意上的伙伴古大芬 一起出去吃饭 我因为应酬喝了点酒 喝完酒之后我给小晨打电话 我说你来接我 上次之后我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小晨发了个信息给我说 家里有事要走了 然后我听我的朋友又说 他拿了古大芬十万块钱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我的司机为什么拿他的十万块钱走 那如果这小晨真的拿了这十万块钱 你会怎么样 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拿了别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我现在就是觉得古大芬可能从中间有作怪 可能是古大芬把小晨逼走了 而且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不知道 你没去问古大芬那天晚上干嘛了 我不太想去问他 其实古大芬他其实也是我的追求者 但是我一直都是拒绝的 古大芬喜欢你啊 古大芬是不知道你喜欢小晨 他知道 所以他吃醋 这是必须的嘛 你不怕你要是跟小晨在一起 古大芬就不跟你合作了 如果我因为小晨这个事情跟他不合作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我不是那种忘本的人 我觉得吧 他还是我的像大哥一样的 我还会很真诚的对他 希望还能跟他做朋友 我不管今天怎么样 我都要向小晨表白 小晨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这两年中 他经常照顾我 还有我的家人 平日里会帮我买生活用品 还有我家里人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我们都很默契 讲话都会一口同声 我也会跟他说 我们两个挺默契的 可以试着 这样往下怎么样 就是开玩笑这样子 他说 他说可以啊 因为他平日里说话其实挺少的 但是他因为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我觉得 他其实内心脏还是有的 我觉得你在情感方面 有一个误差 就是你会误以为小晨对你有情愫 你有没有考虑到他只是你的司机 他是因为这个薪资而对你付出 这只是他的一个职务的范围之内 谁说是他职务的范围之内 他职务是司机 他的生活用品与他与小晨是无关的 不不不你错了 你知道有很多的私人司机 对自己的老板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很多女人 她在事业上叱咤风云 但是她在感情上智商为零 乍一看你真的是 肤白腿长 羊柳腰 身价不菲颜值高 大叔追求总say no 欲解偏爱小鲜肉 这个事情很明显 谁不爱财啊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他又面临着一个十万块钱的诱惑 他肯定就觉得说 那我先拿了这十万块钱 罢不得我再找份工作呗 反正我尽心尽力的这种心是一样的 而且古大峰要小心这个人 因为他在中间一定是使了一些 见不得人的伎俩 甭管是金钱诱惑 还是其他的语言的危险 小陈为什么拿呢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吗 如果说我拿了这个钱走人 我以后也可以不影响林总裁的生活了 你要想想 当古大峰已经水起风生 小陈还没有出生 如果没有古大峰 你是否有经济基础 跟小鲜肉一起走向浪漫人生 他可能没有拿着十万块钱 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特殊原因 突然间离开了 你说有什么特殊原因 他自己都 他自己都说出来 是小陈拿了十万块钱离开的呀 我觉得小陈要是拿着十万块钱的话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错误 他只是想跟你结束 你们现有的雇主关系 可能在他的心里边 他觉得你和那个古总是更合适的 以前我都是为别人付出 现在不一样 小陈为我付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男人 如果这小陈真的拿了这十万块钱 如果他是真的贪财 拿了这十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半个月前 万婷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的古大峰外出应酬 万婷在喝得不省人事后 打电话叫来了司机小陈 然而第二天 小陈突然不告而别 最后万婷打探到 小陈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拿了古大峰的十万块钱 两年的朝夕相处 让万婷坚信 小陈绝对不是一个贪钱的人 但是碍于生意合作语言 万婷又不能直接去找古大峰 那么司机小陈 是真的收下别人的钱而离开万婷 还是另有隐情 万婷喝醉的那天晚上 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万婷的告白吗 你说了啊 小陈如果真的拿了十万块钱 你是不能原谅她的 对 但是我相信她是被逼走的 如果小陈没拿十万块钱 但是呢 家庭反对 我相信我们俩的爱可以感动她的家里 你还会继续是吧 对 你还会继续坚持 如果她有女朋友呢 她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呀 因为她平日里生活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男孩子 从来没有跟就是女孩子在一起讲话 都没有敢抬头看她 都很害羞 好像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认为小陈就应该是属于你的 我感觉是这样 你感觉她跟你做司机的这些日子里面 她几乎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完全受你掌控 你觉得她不可能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 我感觉你有这种的优越感 我相信她也是对我有好感的 因为她为我做了一些事情 真的很感动 是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爱做的 而不是上手跟下手而做的 好 行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你怎么不赢上去啊 听着 身尖到你了 这小陈长得好老啊 你好 他是谷大峰 你是谷大峰啊 对 我姓谷 谷大峰 没人叫你来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他要向那个司机告白 我怎么能忍受得了 所以我过来 看是什么 你又不是他爹 你怎么怎么能忍受得了 是这样子的 你说 停着 其实我这一趟过来 老远跑过来这一边 就想着 我们之间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你这样子来到这个 那么多人的地方 这个现场上面去表白 其实我们之间不是更合适吗 这是我的事情 这是我跟小陈之间的事情 那个小陈 吴大哥 虽然你工作上面帮助了我很多 让我的事业这么好 但是我真的很感激你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是挺好的吗 我今天不激勇气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陈 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他不静止 因为我看到了 看到有问题了 看到问题 我想跟你说 平时你不听 对 你看到什么问题了 我感觉小陈的人呢 工作上面不怎么样 就好像我上次跟他出去应酬 叫他过来 他是很不情愿的 我感觉他过来 他为什么不情愿呢 我哪知道 因为是不是我在这里能照顾到他 那天到底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因为在车上面呢 但他时间很长都不过来 后来真真的 我把你电话拿过来说 要不来 不来你就别来了 他好像不怎么愿意 反正我感觉他表情就不相信你 你要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 你快说呀 老谷啊 你快说发生了什么 他好像不想听我说 我想听 我想听 你说完 大家想听 之后呢 我见他这样子 我说 既然你打份工 你也想要不要得到些什么东西 不用走那么多弯路 给你十万块 你去这点小陈一小了 那十万块真是你给的 然后小陈是什么反应 他也没吭声了 那回去之后 我说 我明天 就我 让我的车过来 就是上下班了 你就不用不用不用来了 胡大芬 你觉得你有钱 就能摆平一切的事情吗 不是钱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给他十万块钱 他是我的司机 我看他比较透气 要不然他不喜欢钱 我给他 他会拿吗 他根本不会踩我的 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些 我在问你啊 第一 你有什么资格开除别人的司机 第二 你有什么资格拿十万块钱去砸一个对爱情执着的小伙子 这个你有什么资格 这个不是用钱去砸 你能不能接 你可以不接的 不接就是我 我看错了 我不管他接或不接 你都没有资格用十万块钱来考验别人 我不想他要给人骗了嘛 我还不想他被你骗了呢 那我要骗 找骗了他因为有这段时间 那是没得手吧 不是得手 一直是拒绝的吧 这个不管得不得手 说白了其实我告诉你 我问你啊 哎 游婉婷 嗯 他跟小陈你习惯谁啊 我喜欢小陈 不就对了吗 你吃素吗 你有钱 你买不来爱情吗 结果还是人家小伙子可以获得爱情吗 你吃素吗 所以你拿钱来砸吗 其实你自卑吗 小伙子呢 如果他真要爱的话 他一早就一早就一站出来了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听他说 哎 那小伙子不错 不错 但是一直 郭大哥 这两个都一直没接躲啊 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对方 但是我们只适合做朋友 声音上的关系来往 真的我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希望我们到此结束好不好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老古 他的感情是他的感情 你不是他的爹 也不是他的兄弟 所以可以让他去判断 但你不能说你越过他 去跟他的司机之间 有过什么所谓的交易 所谓什么样的考验 你用钱去砸 或者用钱去解决这些事情 都是急不道德的 对吧 真正来说一个考验 我不管今天你做了什么 我都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为了小春而来的 你真真的不知道 这个十万块钱 他不是你想的那么大 如果小春真的拿了 我替他还给你 不是钱的问题 说句来听 给他十万块钱 好好好 他既然还给他不要紧了 你说完了吗 你先下去休息 还在说 我不是说我要用钱砸 因为这个东西 我是对你 对你有一个想法 你不可能这样子 真的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的东西 可能我会看得清楚的 没事 我比你看得更清楚的 好吧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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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机会 因为这个东西 不会随便的你都说的 我真的坚持 我真的坚持 他对你倒是挺执着的 他对你倒是挺执着的 虽然他很多方式是不可取的 小陈真的会拿古大峰的钱 我绝对不相信 他的人品绝对不是那样的 不管小陈接受没接受 如果小陈接受了 小陈自己有问题 但是不管小陈有没有接受 古大峰的这种方式 都是极为阴险 狡诈 不正当 上不了台面的 我也觉得小陈是被古大峰逼走的 好 别的我不说 我们看看小陈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吧 来 站在开启告白这门的恩兼旁边 好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小陈真的接受了这十万块钱 无论是因为哪种原因 你都不接受他吗 如果他是被逼走的 我会原谅他 我说得很明白 只要他接受了这十万块钱 无论他是怎么使用的 出于什么原因接受的 我都不会原谅他 你都不会原谅他是吗 对 你确定 确定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简单 土老师 没有来 那我就走了 就让这事沉下去是吧 我真的很难过 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问题 小陈比他整整小了十岁 同时又是你们的下属 当你在跟古大峰谈生意 在外面冰孔满拓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司机 他经常只能坐在车里面 等你们忙完了之后才能出去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他身上背负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知道他顾忌 那你要就此放弃吗 如果他真的没有来 那也说明他不喜欢我 那你这样吧 那你在这对着镜头 跟你小陈说两句话 小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相信你 我们俩认识两年了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你今天没有来 我的心真的很痛 我会收起我的眼泪 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这视频 无论你走到哪里 希望你也会想起我 我的心里边有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生意和小陈 非要做出选择 也实际情况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小陈 你势必要跟古大风之间 有所隔阂 也许你的生意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你是否还愿意 执着地选择小陈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古大风再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忘恩思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古大风又上来了 来 你听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行长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迹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古大风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 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 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 去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 对他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 逐渐地降低 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应该体现出 一个男人的胸怀 就是向小陈盗窃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 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 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凭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亭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十万块钱 我希望 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来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小陈 就是这样啊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拿了钱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的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 这是我的厂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你内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她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就不说 说 别乱说小子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婷姐 亲了他 而婷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吴远婷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次跟我谈话 他说 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 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最看到了 他得不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 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当方面的事情 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 是喜欢你的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他可以不接受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是男人他让他出来 你上车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 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陈还是姓他 我姓小陈 你姓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菊安婷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 以前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说老师我不想再提 这个事情了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 跟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那我 你要 你要硬不承认 说这没有 那我就没无瓜可说了 因为既然他能来 有吗 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真真真正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既然来到这一刻 我就想看不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个掌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亲了没有 干嘛 还把我拽在边上 不不不 小陈是不是来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陪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又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因为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陈说来 我就不管这是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接受 我看小陈上不上来 古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 看待 在事业上 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 Ellis长 我来帮你 赶紧 或者我来帮你 小陈上 我来帮你 我好 这珍 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很厉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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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其实做不做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来吧 赞到开启告白 这门的按键旁边 那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小神会不会勇敢地来到现场 五四三二一 按键 感谢观看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你发现古大风亲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 给他一卷 怎么说呢 我是一名司机 而他们两个都是老板 我也不可能说 但是他断了片啊 他没有行为能力啊 那我语言上可能会 那你就看着他被欺负吗 不会 来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于万婷和小神的告白时间 小神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些天走了以后 我的生活全乱了 你走了之后 我连早餐都没有吃 每天都会想着你 不管古大风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不要再次拒绝我好吗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姐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借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那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 答应我好吗 相信我 我以后也不会再跟那个古大风来往 一切都不会 不要再有任何的顾忌 你喜欢我的什么 我喜欢你的单纯 我喜欢你的实在 我喜欢我的 你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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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孤独 我要爱我的幸福 能用生命的成功 无论我身在何处